我们老百姓经常会说 药补不如食补 这要看您的程度 所以您能够做到的 可以通过一些必要的 食物方面的干预 来帮助我们的雌激素 有一个轻度的升高 缓解这个减低的一个不良反应 那么常见的 能够提高雌激素的食物 大家都知道 这经常就是豆类制品 比如说豆腐啊 豆浆啊 甚至于豆腐脑啊 这一类的就是黄豆这一类的 还有植物的这种雌激素 甚至于呢 有一些比如说 我们说的蜂王浆 它里面的一些雌激素 也是含量比较多 还有一些部分的 坚果类的东西也是有的 所以多吃一些这一类的食物 对您呢是有好处的 但是他们要想达到 一个治疗量 那么通过食物呢 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您发现身体 有异常的表现 一定要先到医生那里确认 我现在是属于一个 健康状态 亚健康状态 还是一个病理状态 从而来选择您的干预方式 我现在是属于一个病理状态 我现在是属于一个病理状态